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父亲当年写下的一百一十五分家书的背后 究竟藏着哪些家庭文化密码 父亲用家信表达记载着自己的乡情乡愁 我们互联网时代的人们 用什么方式再去记载我们的乡愁乡情 您的微信朋友圈或者微博会对您的父亲开放吗 所以现在交流都有一种网友见光死的感觉 我一个主持人回到家面对我父亲 坐在他对面红码开始问 我爸爸的话我就牺牲他是我的老亲人 哇 这一盘一束风家信真的要这样公之于众吗 开讲了2016春节特别策划 记住相愁 一路向前 本期演讲者 谢飞 今天是我们开讲相愁这个主题系列的第三场 今天我们要请来的这位开讲嘉宾呢 他是中国第四代导演的领军人物 像大家熟悉的陈凯哥 田壮壮这些导演 都是他的得意弟子 他曾经说过 他把自己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 都献给了电影事业 今天在这个讲台上 年过七十的他 要跟我们讲的 并不是他钟爱的电影 他要跟我们分享的是他心里的相愁 是他的亲人 就让我们掌声 请出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 谢飞导演 谢谢各位 各位请坐 您今年高寿 七十四 七十四岁 七十四岁 完全看不出来啊 不成 已经很老了 大家可以猜一下 谢飞导演 七十四岁高龄 谢飞导演的母亲 今年多大年纪 九十多 一百零四 而且身体非常好 非常好 没有什么老年病 所以我从一二年就搬过去陪他住 整整住了三年了 这是一个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另外一个重要的内容 谢飞导演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去读懂自己的父亲 所以从七十岁开始 您开始整理我父亲的家信 日记 还有一些文章等等 而那些家书 有的是写给妻子的 有的是写给你们这些孩子的 甚至还有一些是写给乡亲的 对 那么今天我们就在这个讲台上 共同来请谢飞导演和我们分享 他心中的家人和乡愁 掌声有请 大家好 首先我想请大家回答我一个问题 在座的谁觉得自己真正的了解你的父亲 所谓了解就是知道他生你之前 或者生你之后 他的工作生活 他的思想感情 你觉得你真正了解他的 请举手 我这样问大家 也是因为我自己就存在这样的情况 我父亲叫谢决斋 在网上大家一查 可以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他是延安无老 在他七一年去世的时候 我那时候是刚刚从电影学院毕业 所以我们那时候上学住校 然后毕业以后又奉文革 又下乡 所以在我父亲去世之前 我自己觉得我跟他没有很多的交流和接触 到八十年代 我母亲呢 又把我父亲的很多日记 文章 诗词 都整理出了七八本书 也都发给我们了 我都摆在我的书处理 也没有认真读 因为那个时候我正开始当导演 又开始教书 同时生了我的儿子 所以只有到我最近退休 时间多了一些 开始陪伴我的母亲的时候 我就开始读这些父亲的材料 特别是2011年 湖南的四哥 他保存的一些我们家里的墨宝呢 转给了我 我就开始动了念头 很多家信看到了 我就把它编了一本 谢绝哉家书 搜集了我父亲 从1919年到1963年 115缝家书 因为我父亲曾经有过两个家庭 在我母亲之前 他在湖南还有一个夫人和孩子们 三十年代他给他们写过很多信 其中呢 我就发现有一首 怀念家乡 表现我父亲的 乡情乡愁的诗词 叫旺江南 当时就吸引了我 我念几句 家乡好 乌小入山深 河里水清 勘洗脚 门前树大 好遮阴 六月冷冰冰 他是用一个古诗词的词牌子 我觉得琴真意切 朗朗上口 所以我很快就动了脑子 请了著名的作曲家张千一 和歌唱家王力达 把他铺成了歌曲 我想先请大家欣赏一下这首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门前说大好遮阳 六月冷冰冰冰 家乡好吃的十分香 腊肉干一间豆腐 喜茶铅酒泪眼浆 唱海大清堂 家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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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老婆婆 园里在雪间侧草 庭院草地又搜过 为此大飞机 家乡好 草揭露卢 太姑子 是 王家乡好 可是 家乡好 ening 下猿 下udi 母亲 家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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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非常好听 一个王立达也是湖南人 湖南诸州 诸州 离宁乡也很近 很近 对 而且这首歌刚才大家应该听到了 前一部分是用普通话唱的 对 后一部分是用湖南话唱的 如有湖南老乡 一定能听得懂 是不是啊 这是一首非常有生活情趣的歌曲 我非常荣幸能够演唱这首歌曲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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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您 谢谢 所以家乡永远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一个梦 一个你的情 你的仇 我父亲大概三十岁以后 才参加了革命 二七年以后就完全不通音信了 到了三七年 他给家里的第一封信里就付去了这首家乡好的词 所以这个歌词里你可以看到 家乡的山水 住房 饮食 亲人 永远让他魂牵梦绕 父亲是生活在农业时代的一个人 他用诗词 用家信 不断地表达 记载着自己的相情相仇 那么我们生活在工业时代 我是长在工业时代 各位是现在碰到了信息时代 那么我们用什么样的载体 什么样的方式来记载和表达我们的相情相仇 我再介绍给大家一封信 我是通过这封信是家书看家风 这是五十年代进城以后 大概五零年一月二十一号 我父亲写给他在湖南的孩子们的信 建国以后呢 我父亲被任命为国务院内务部部长 就是在京城做了大官了 在湖南的老家的孩子们就纷纷给他写信 要求进城来看他和希望在城里给他找工作 所以父亲就去了一封信 儿子要看父亲 父亲也想看看儿子 人情至常 客下就是此刻你们很穷 北方是荒年 饿死人 你们愁挫路费不易 到这里我又替你们搞吃的住的 也是件麻烦事 如果你们还没有起身 可以等我一下 等到今年秋收后 估计那时候光景会好一些 到那时来看我是一样的 打听便车是没有的 因为任何人坐车都要买票 就是说 你不要想让我给你找个什么公家的车 把你拉了 最后他说一段话 你们会说我这个官是交官 这个在家乡老话里 交就是穷的意思 他说是的 官而不交天下大乱 官而交了转乱为安 我觉得这句话说得非常清楚 就是当官的 你不要贪 当官的穷就对了 后来又写了一首诗 你们说我做大官 我官好比周老官 阔湖 奇才大老官 周老官呢就是 我父亲家乡里的一个长工 他的原名叫周奇才 非常勤劳 给各个家里打工 而且起早贪 在当地非常有名 我官好比周老官 起得早来 眠得晚 能多做事 记心安 问你母亲好 父子 一个自己当了高官 却把自己比作人民的长工 亲平连结 绝不为亲人孩子们谋官谋利 我认为这就是这封信里 表现出来的家风 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 第一代革命者的高风谅解 我觉得很值得 我们今天的朋友们 思考和感叹 第三封 通过家信和亲情 63年我父亲写给 我们这些孩子们的 这封信呢是 我们孩子们为父亲祝寿 送了一个礼物之后 我父亲收到以后写的 4月29号是父亲的生日 八十日大寿 于是我们就做了一个礼物 就是每个孩子写一个 一首诗或者一个祝贺的话 于是我呢 因为已经在电影学院上学了 我就找了一个学美术的同学 做了把这些东西装表成了一个很漂亮的画册 你看这是这是这是我父亲的头像和我们这些孩子的 每个人有有诗有东西 因为我当时是学导演了 还有我在学校排练的一些照片 所以我们很认真的做了一个特殊的礼物送给父亲 那么父亲在5月26号 回了我们一封信 信上就说 5月9日回京 看到你们记忆体贺寿的册子 装饰颇美 尤其值得赞许的是 大的小的都以同样的纸写文章 六个写了诗或词 两个写了诗样的信 这是他夸了我们这个礼物 菲菲是发起子 谁是菲菲啊 就是我 因为我们小时候家长们都给起两个字的名字 这是时星 所以我姐姐叫定定 哥哥叫飘飘 我呢就叫菲菲 但是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我们这个名字有点太幼儿化了 所以我就去掉一个名字 我姐姐去掉一个字 我哥哥就叫写飘 我就叫写菲 所以菲菲是发起者 响应发起的没有一言 看到你们是有组织的 人无论做什么都要有组织 要能够服从组织或为组织中的倡导者 要借交借造 克服不能团结人的毛病 所以我觉得我父亲啊 他真是一个教育家 生活中的小事 他都给画成道理的告诫我们啊 这封信呢 看到了亲情 因为我父亲曾经在五十年代他写过很多青年的生活和思想杂文 在国内也是非常有名的 他有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爱父母 是针对农村很多人不抚养父母啊的那样一些现象他写的 他里头明确说人从出生就是你从小到老 中间的阶段叫养人 就是你劳动力强壮时期是养人 两头是人养 就是你幼小时期和衰老时期要靠别人养 他说这是人类生活的自然规律 绝不因社会制度不同而改变 所以亲情里就是抚养子女 善待老人 这是我们亲情里头最根本的东西 举着三封信的例子只是这封家书里头的很小的一部分 家书这个东西为什么像由曾国藩家书到傅雷家书 以及沈从文家书一直不断的再版再版 就它确实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盛满了相情相愁亲情家风的好东西 最后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生活在信息时代 我们天天都是发着微信 你觉得你跟你的父母 跟他们的思想情感是更近的呢 还是更远呢 那么看着这些年代久远的书信 想想这个存在了数千年 即将消失的人类的一个交流的方式 我们又要琢磨 我们互联网时代的人们 用什么方式再去记载我们的相仇相情 再去表达我们的亲情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在座的共同来探讨 谢谢 好 谢谢 请为中国敬酒感悟中国智慧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健康饮酒倡导者 中国敬酒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首纳 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 其实刚才在您演讲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细节 现在的年轻人是很难体会到的 比如当年您的父亲出去革命 十年间阴性全无 你们能体会那是什么感觉吗 那就相当于一个人十年被切断了WiFi 没有四季 没有手机 就没有任何传递信息的途径 所以他那个时候的人没有阴性的碰着 于是就有思念 就有思念 有愁闷 而这种思念会沉着很浓的情感和思想 所以为什么过于人类积累了那么多好诗好作品 我觉得跟距离感是有关系 所以这个现在我登到玉龙雪山上 我都给我老婆发言 你看我现在五千多米 就大家一点都不担心了 您还是发文字 现在年轻人都是自拍 然后把嘴还得撅着 对 自拍完了以后发到朋友圈 他还不一个一个发了 现在一个一个发太不近 发个朋友圈都看着 都知道 我在朋友圈上发的东西呢 要太私密的事就不发 比如我经常要发我母亲的 我经常照她的照片 我偶尔隔那么一个月两月 发一次 一百岁的老母亲再怎么样 我不能老发 老发人家朋友圈 这人烦不烦呢 但是我再 谢君 一个月发一次 这频率太低了 有的人一天发二十多次了 就一天 发自拍 如果经常发呢 就发在我们谢家军里 给我的亲人 亲人 你看看老太太多健康 老太太又喝了个粥 老太太又吃打了打麻将了 你不能让那个 那么多朋友圈一天到晚 被你这个干扰 刚才 谢老也一直在提到 老母亲今年 一百零四岁 身体非常健康 而且生活当中很多事 完全是自己照顾自己 对 我们的节目组呢 也在争得了谢老的同意之后 去窥探了一下 一个一百零四岁老人的日常生活 我请开 能不能够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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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五 十一 十一 八 八 上下午能打一块麻将 这才是最高兴的 来 欢迎了 欢迎了 这一个 来点带着 打最后给他放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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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把他转美 我们又觉得他打麻将活动手啊 对他那个健康 中国人倒是没有他给老年发明什么游戏 他这个嘛 就自己只能拿个腿 想打打不想打自己摆 王妈 你看看这个 漂亮 多好看 哪里 哪里 他们送来的 好看 谢谢你 我们平常来 每天都有一个儿子和媳妇在 不是 家风谁都懂得这些事 这个生你慢慢做 哪个是我呀 哪一个 哪一个 这个 嗯 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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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续 这 联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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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拍的很 拍的很 拍的很生动 嗯 那我觉得这种幸福真是 其实站在我身边的已经是一位老人 对 七十四岁 嗯 但是他还有自己的母亲要照顾 然后打麻将 还得时常给老人家喂个牌 让他朋友 負心一下 他就是这些牛有九十到一百啊 啊 以前还打扑克 两两副扑克能打住 最后发现他老分不清了 呃 那有王就是不出 有分就是不出 那是人家的战略 哈哈哈 后来我们就以打麻将为主 呃 但是最近他也开始了 开始一晚了就不是要摆吗 结果他 不摆 先挑 四个摆板 四个发财 哈哈 他写眼挑好 不说你这摆完再摸 不敢 所以 所以啊 烦恼还童啊 这是非常 所以我个人也给奉献给各位 虽然你们还很小啊 父母也很年轻 但是陪伴是最大的孝顺 啊 我父亲讲 对老年人 不禁止让他们吃饱穿难 很重要的是一种 亲爱的诚意和善意 这是他在那篇文章里 所以你对你父亲有 父母有这种诚意和善意 你必须要理解他 所以要理解他的感情思想人生 然后你再去赋予他的照顾 他就会很感动 所以我读懂父母读懂父辈 我希望同学们从现在做起 说起对家人的爱 在座的各位也都是 每个人都用他们的小纸条 表达了他们很多内心的想法 也有一些小纸条是向您提问的 谢谢老您好 知道您经常玩微博 因为我也关注了您 我的问题是 如果您和您的父亲身处这个时代 您是一个十多岁的青少年 您的微信朋友圈或者微博 会对您的父亲开放吗 您会不会将父亲拉黑 拉黑 就是给屏蔽掉 不让他看你的朋友圈 不让他看你的微博 想了一想了 是有可能 有可能拉黑 会拉黑的 这个问题是谁问的 你把你父亲是排斥在了朋友圈 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我之前就是 还是你被你父亲拉黑了 我其实就是听谢菲导演的这次演讲 我特别感动 就是他开场的时候有问我们 就是你了不了解你的父亲 我现在也是 我小的时候发生过很多事情 可能我们那时候不理解 我慢慢长大 我上大学 然后我才发现很多事情 给我真是受益匪浅 我小的时候可能很排斥去 没有 我现在可能都没有机会去了解他 然后我现在也想 我为什么那时候 没多听听他的故事 没多听听他的一些心路 所以我就真的确实 现在来得及 大的气势了 对 所以时光永远是很残酷的 然后我现在和我妈妈 她是最近才开始玩那个微信 我就一步一步教她 怎么发朋友圈 之前不是有个段子吗 就是说你发给妈妈的朋友圈 是这样 我今天早上六点 我要去上自习了 然后底下同学 装 太假了 就是这样 但是我真的很珍惜 就是我希望我跟妈妈 多这些一些互动 所以我对她所有的都是开放的 然后我妈妈特别喜欢给我点赞 有的时候其实也会担心 就是我 我一次说蓝牙耳机的作用 就是在上课 现在可以偷偷的那个听歌 然后我妈就给我评论 好好听课 所以我现在真的蛮珍惜这样的互动 就是我希望有一些 我们可能会担心父母去不理解我们 去或者是他们的思想跟我们不一样 但是我真希望大家可以珍惜这样的时光 珍惜他们可以交流可以理解 其实父母他们真的很希望去走进我们的世界 我们也不应该把他们排斥 谢谢 你这一番话 父亲一定能感触到 而且他一定会很欣慰他的女儿 宝贝女儿长大了 对 我这辈子很骄傲 可以成为他的女儿 谢谢 加油 所以我前两天也是听到了一段话 让我感触很深 说其实现在很多咱们这一代年轻人的爸爸妈妈 开始接触微信 开始接触网络 开始学着去用这些APP跟你们沟通 并不是他们要赶上这个时代和潮流 而是他们怕被你落下 没事多教教爸爸妈妈怎么用这些东西 怎么跟你们视频怎么跟你们聊天 他们不是为了发自拍 他们也不是为了炫耀美食 他们是真的想和你们在一起 西导您好 感觉家书对您的影响都是正面的 但是有同样经历的我却有不一样的感受 因为我爸爸在我八岁的时候去日本留学 所以我们有一段长达三年的书信往来 我爸是一个特别古板严谨的人 他会要求我在写信的时候一定要拿钢笔 前面要空几行字 要多么的规范 不认识的字不能拿汉语拼音代替 一定要查字典 我才八岁 很多字我不会写 但是他不会允许 而且在信上经常会有 你不能 你应该 你必须 你一定这样的话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提笔写回信的时候 我都觉得压力好大 所以我想请问您 您父亲也是一个比较正统严谨的人 在您的这些书信过程里 有没有哪怕是那一瞬间 您觉得这种爱和思想上的一些灌输 有时候会不会是一种负担 两代人之间 一个想教育下一代 一个想自己独立成长 那肯定会碰碰撞撞 我个人没有这体会 因为我父亲没有单独给我写信 经常是集体的 住在一块的孩子就群发一个 一封信把几个孩子的名字都写上 但是给我哥哥写信 我觉得我哥哥当时也会有意见 有一封也很逗 我哥哥给他写了信 就特别小 字如已 像蚂蚁一样 一是看不清 第二个呢 有错别字 于是他干脆照我母亲给剪下来 贴上 说这里这个字 看的是个实字 但是又上下又不通 这到底是个什么字 所以他非常强调 你们要有真才实学 他认为中文就 古文就是一个实学真才 你没有这个东西 你走不出去 用想尽方法来教导你 你今天不懂以后会懂 谢谢 在这些批评的背后 满满的都是爱 谢谢教导 另外我想回答一下 您刚才那个问题 就是您问在现在星期时代下 我们究竟是跟家人的关系更近了 还是更远了 我也深有体会 我想说是更远了 因为我爸爸在给我写的一些日记 他自己的日记里 我有看过 他就会说我是他的希望 是他的光 是什么什么 就是那种那本日记 我看完了之后是痛哭流涕 你是Superstar 对我是Superstar 你是光 你是 后面后面有放 这是我爸爸写给我的日记 他说我是他的生命 生命 当我看到的时候我就特别感动 但是等我们真正见面的时候 他对我却特别冷的 就总是那种 嗨好久不见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的感觉 等会你爸爸写错被字了 记成他写成断成 完了这个也 你应该跟你爸爸说 你没查字典 所以现在交流都有一种 网友见光死的感觉 就微信可以聊 但是见面却不知道说什么 所以这个我觉得 因为中国人确实自我包的比较硬 见面也不像外国人又亲爱的 又揉又抱的 咱们见面啊 回来了 就完了 其实是隔了很多年 而且心里想的是很思念 所以我是觉得 我们应该寻找中国人的情感表达方法 谢谢卫导 方姐我问你啊 父亲当年对你所有的眼里 你觉得在今天你的成长看到成果吗 给了我很多帮助 所以 其实当下很难很难理解 现在有时候也很难理解 别说你了 我一个主持人 现场我可以问无数的问题 我可以跟周围的人都聊得可开心 但是我回到家面对我父亲 没换了 就我就 我经常坐在他对面 我就从哪开始问 问什么 但往往到最后就是 今天怎么样啊 今天还行 挺好 然后坐呢 坐着坐一会儿我说 那我先走了 真美吧 中国人要寻找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 其实我还是想跟方琪探讨 刚才他父亲对他教育方式的这么一个问题啊 我觉得 父亲对我们的严厉全是为了我们好 不管他的方式是怎样的 我不理解为什么会把这当成一种负担呢 我现在回想 我小时候父亲对我也很严厉 记得我年纪很小 那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 比如说家里用过的什么矿泉水瓶 费报纸啊 过段时间就会叫一个人过来收 我再卖点小钱什么之类的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叫了这么一个 费品回收 对他来收 然后结果他已经走了 发现我们家还有一袋东西没卖给他 我爸爸说你去叫一下他 我就趴在我家楼下那个楼梯口 我说哎收破烂的 我就这一句话 我爸骂了我一下午 我当时想这是这么凶吗 但是我现在想想可能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爸爸教会我尊重每一个人 我想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式的父爱啊 他们对咱们的要求都是严厉的 可是对我们的爱都是含蓄的 我们为什么要要求他们一定要表达 说宝贝我爱你 我爱你啊闺女 我们知道不就好了吗 我们作为年轻人 我们接受了更多西方的这种西式的思想 我们不能主动向他们表达吗 不能主动说爸爸我爱你 不能 不能吗 我是说我之母做不到 我可以 我就每天会跟我爸爸妈妈视频 聊完天之后 我总会说爸爸妈妈我爱你们哦 我都会这样讲 为什么不呢 我觉得很美好 他们 我爸爸通常 你有考虑过他们的感受吗 我爸爸通常不理我 但是我妈妈会说 宝贝我也爱你 哎 你可以 男孩子 但是我想他们 他们会收到 总之反正我觉得 像咱们都是年轻人 咱们可以多向父母表达 多去陪伴父母 对不对 也是要慢慢的去磨合碰撞 对 慢慢来 下一位 先为导演谢谢您的分享 嗯 我是来自厦门的一个摄影师 嗯 我最近拍的一组照片得到很多网友的关注 因为这组照片是有关于我爷爷的一组照片 嗯 彩色西装 复古皮鞋 摩登眼镜 这位85岁的老爷爷 正是日前经验朋友圈的时尚表幕 朋友们亲切地称他为中国时尚爷爷 而生活中的他 只是一位传统的中国农民 一辈子都在辛苦劳作 忙碌于田间地头 这组刷爆朋友圈的时尚大片 出自老人的孙子 来自福建的丁国良 今年30岁的他 看到一个人独居在农村的爷爷十分的心疼 于是他把爷爷接到了城里 与自己生活 看到日益老去的爷爷 他希望能带着爷爷重返青春时光 好好享受生活 于是就有了这一组时尚大片 拍这个照片 我以为就是想说老年人也可以很精致很优雅的 嗯 不过他晚年 您是怎么看待老年也应该过得很优雅这个问题 这个当然像我现在有一波同学 大学同学就跟我的年纪一样 有些就有一定的孤独和空虚 有些又被病折磨 所以每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 像我呢 因为虽然得过非电 但是身体还挺好 然后加上我是在教学岗位 这个教书虽然六十岁就要退休 但是你可以越老越值钱的 我是去年正式给我办了退休了 我已经延了十二年了 我尽量的经常想出一些主意来 包括学校十几年前我闯见了一个国际学生影展 越办越好 前年我又想出一个数字技术质这么便宜了 学生排完短片毕业以后他还不是一个正式导演 我们为什么不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排长篇 所以我们又搞了这么一个长篇毕业作业计划 在八十年代初 我不会有英文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个很重要的东西 我如果这个外文我没有 我就关了一个大天地 所以我就开始自学 到八十年代初七 本明年得奖的时候 跑到二十多个电影节 我就开始可以简单的说话了 甚至被逼上台去拿英语给他们介绍问题 所以等于像我这个年纪 你到了很老近五十才开始学外语 能学到能用 这个我觉得人的人很羡慕 但是我觉得谁也都能做 只要你热爱持之以恒 你方法对 你就能达到你的目的 所以我也希望所有的老年人 不要被疾病和衰老而战胜 你要用你的能力 你的精神去战胜他们 过得更愉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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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薛飞导演说到的这个问题 是一个步入老龄化的中国面临的问题 就老人的生活怎么才能有尊严 有尊严 就是现在我们对老人的态度就往往是 您退休了好 来给您一个地儿 您好好在这待着吧 这就叫安详晚年其实错了 真正有太多的老年人 他们的智慧经验 对于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 是至关重要 所以多为老年人创造机会 让他们有尊严的生活 下一位 我在家里面跟父母的关系是非常融洽的 我们之间的称呼就是直接以名字称呼 大家开心的时候我就会说 哎美女啊你今天怎么怎么啦 大姐你又怎么怎么啦 然后我爸爸的话我就戏称他是我的老亲人 哇 好现代啊 好现代啊 对可能比较另类 然后有一次我陪我妈妈去跳广场舞 因为家里面就要习惯了 所以在外面一下子没改口 我就当着一位阿姨的面这样叫了她一句 结果我妈妈她还没有说什么 那位阿姨就直接质问我 怎么连妈妈都不叫医生 就直接叫名字 太不规矩了 我当时其实心里面挺酸的 但是在这样一个现代的社会里面 我们这样的现代家庭里面 父母子女之间亲切一点 活泼一些不好吗 在这样一个现代的社会里面 我们这样的现代家庭里面 父母子女之间亲切一点 活泼一些不好吗 交流方式是可以由自己来确定的 对 咱们也听到过很多国外的家庭的称呼 以教育姿态出现的父亲 把自己放得很低跟你当同伴 直呼名字 于是孩子呢 也可以愿意把自己的想法 见解公开给你父亲 甚至还可以争论 这个他们的父母观念就是 我启发你的独立性 他的观念是 在我们过去传统里 中国是没有的 那么爹妈 这个把这个辈儿给分出来 所以你现在你们家突破了这个 那就是一个是可能跟这个时代有关 跟你们年龄差别也有关 你父母他们接受了你这个称呼以后 是不是你们就更亲近了 你要觉得更亲近更平等了 这就是有好处 是 他说到的这种交流方式 我觉得从这一代人开始 可能慢慢慢慢大家会习惯 当然老的传统也不会一时半会丢掉 但是慢慢的会融合 这是一个价值观慢慢融合和多元化的时代 最后还有一位 新闻导演好 我是仁为敬 也是人大的大二学生 之前听到各位哥哥姐姐分享了 关于父亲 关于教育 关于就是跟父母的沟通方面 我现在想问一问 关于嘉信本身和这本书 后面的一些事情 因为我是目前家书学社的创始人和现任社长 其实我们也有做类似的工作 就是收集别人家的嘉信 这是我们的人大博物馆的家书展 非常好 给你点个赞 谢谢 但是转折点到的就是我们在走访各地的过程中 发现很多人可能不是那么愿意去把自己的心里话给我们讲出来 不是那么愿意把自己收藏多年的家书给我们分享出来 所以我在想是否您在之前有过类似的困惑或者纠结 这一盘一十五封家信真的要这样公之于众吗 还是当做自己的一个小小的秘密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节目互动的观众将有机会获得由健康饮酒倡导者中国敬酒提供的跟着敬酒去旅行活动免费出行名额 这一盘一十五封家信真的要这样公之于众吗 还是当做自己的一个小小的秘密 我做这件事的时候会出现也是有个问题 因为现在我反复讲我父亲两个家庭 但是在49年以后婚姻法一夫一妻制以后 我父亲又是做法律工作的 他会这些方面很谨慎 等于我在我父亲健在的时候 他从来没跟我说过 给我们孩子们讲过第一夫人叫什么是什么 只知道他老家有过好几个孩子 有一个孩子还参加革命在北京工作 在50年代末老太太被他的四儿子接到北京住了 而且我们老头也去看过 他也到过这边来 我们小孩全都不知道 说明这件事过去是不太愿意让人知道的 那么我要把它公布出来 历史是这样 当你完全了解了它是历史存在的 它是你就应该用宽容合理的态度去尊重的态度去认识它 所以当编完这本书 那个戴景华老师来座谈 他说你们把你们家庭的私有的文献公布给社会 它就成为社会的共同的财富 当然也会有一些家有一些人有一些 永远不愿意公布的隐秘 那我觉得不能强求人家 但是他要是愿意 我支持你们继续做 谢谢 谢谢老师的建议 我上大学那时候就有四年 那时候我还在每个月跟家人通信好几次 我是有家书的人 但是现在的年轻人 上大学仍然还在给家里提笔喜庆可能不多了 所以今天在现场 我们给大家每个人准备了一张纸 一个信封 写一句此时此刻你最想说的话 甭管什么 然后放到信封里写上家的地址 我们开奖了 向各位承诺 我们一定会把你们的家书送到你们的家门口 大家别以为这是我们做的道具 这是我们从一个邮局借来的 这是一个真的真的信仰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爸爸妈妈收到这封信的时候的表情 可以不告诉他们啊 给他们一个惊喜 家乡和亲人是我们永远剪不断的牵挂 也至此新春佳节之际 祝愿每一个人的故乡 都能够像从前那样一直美丽 也祝愿故乡的每一个亲人 都能平安健康 感谢收看我们的开奖 再见 我们到时候把游道都给他们接好 每一关系都给他们发 看看吧 好 好 uncovered だ 십